大家好,欢迎收听《月下地图》IAMM 今天要继续和大家阅读《浙摩座》 座禅笔记本 准备一本笔记,记下座禅当中的心得 或者之后写下感想,这样非常有用 如果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打坐 可以将笔记本放在那里 如果你随时随地都会找机会坐禅 可以将笔记本放在包包,随身攜带 你可以记下出现的念头和体悟 也可以画图 坐禅后,耐心清静 这个时候写下的感想能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写完之后,不要立刻阅读 放一会儿 如此就能不大批判地继续体会 大家都可以尝试准备一本坐禅笔记本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次继续分享其他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